原标题,据说元旦,春节,杨丽年傻傻分不清楚 圆档和春节哪个年纪大中新网客户端,北京1月1日店,记者上官云,现在一说元旦, 人们容易想起的,就是每年功利1月1日,利用这一天难得的假期,或是走亲房友,或是与家人团聚,事实上,在中国古代也有元旦,只不过时间不一致,内涵和习俗也要丰富得多,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? 资料图,红灯笼,宋文家社古师元旦元头在哪里?按字面意思解释,元位之首,但位之日,两个字结合起来,可以已身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,所以元旦又称为三轮,集穗之元,月之元,十之元,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正月初一, 据说,古代元旦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一的专须,距今已有五千余年历史,唐朝时,房玄陵等人负责修禁书,里面出现了有关元旦的记载,专地以孟家争略为元,其实正说元旦之春,对元旦比较早的记载, 在南朝文史学家肖子云的诗作建雅中亦可见到,里面提到四季新元旦,万寿出春朝,很明确说明它的开端意义,宋代无字幕孟良录中,还有正月朔日,未知元旦,俗乎为新年,一岁结续,此为之首的记载,它的起源另有一个传说,相传在远古的尧顺时期, 姚帝秦正爱民,在老去以后,把地位产让给德才兼备的顺,顺又产让地位给治水立下大功的雨,他们都做了很多好事,十分受人民爱戴,资料图,东黄月牙全小镇,举行清元旦大漠沟火晚会,王斌银舍为了纪念他们,大,家就把姚死后,顺祭祀天地和姚的那天, 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,称作元旦或元正,成为古代元旦的由来,历法变,元旦时间也变传说固然有趣,但实际元旦的来历,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,比如做农活,就需要一些准确的时间节点,而一年的开始,又有着特别的意义,所以,人类发明了历法,古人发现了日夜交替, 月吹月圆和四季轮回的自然现象,最终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日,参照月向变化的周期确定月,古物成熟周期代表了寒来蜀网,叫年,也就是太阳绕地球一周的时间,精确计算上述周期经历了很长时间,历法几经变化,元旦的时间也跟着变, 下朝使用下历,以孟喜悦元旦为正月,商朝的阴历以那月十二月为正月,周朝的周历又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,直到汉武帝时期,才不再折腾,当时规定孟喜悦元旦为正月,把孟喜悦的第一天下历的正月初一,叫做元旦, 自此,一直研习至清朝末年,资料图,元旦小长假期间的新年庙会,刘昌永社民族学专家陈连山表示,民国初年,当时的政府修改密发,想把整个公立作为时间体系,把所有的传统节日云一致公立时间,于是,公立一月一日被定名为元旦,传统的元旦则更名为春节, 此一个吃自粮的古代式农业社会,到了元旦,大规模的农事活动早已结束,娱乐活动又少,所以,大家很快琢磨出各种跟吃有关的点子,花样百出,南北朝梁宗里写了一本书,叫《京楚岁石记》,记录了古代处地的各种节日风俗,说到元旦时,明确提到拜贺币,要尽焦白酒, 饮桃汤还要各吃一个鸡蛋,其中有饮料、食品、还有药物,几乎涉及生活所需的方方面单,又各有其特殊含义,表达希望来年福顺安康的心愿。 比较有趣的是嘛,些地方要吃汤饼,这里的饼,一般不是纸烧饼。 北宋碎石杂技说,元旦,京师人家多时锁饼,所谓年伯托,或此之类,锁饼只像绳索一样细长的饼,长相类似现代的面条。 资料图,师父们在瓦制作好的桂花糖年糕摆放整齐,王思哲涉明清实,人们喜欢在元旦吃年糕,南方尤其流行。 明末地经景物略提到,正月元旦,塑星灌鸡,吃枣糕,日年年糕,相当有趣。 不同地区,年糕也换了名字。 明正德广东雄台志记载当地吃春糕,元旦前以诺粉及及这堂货辉之龙征春糕砸诸国品碎寺,地歌为年茶,一香溃大。 平次今天的生日蛋糕,小时候的阳历年当下,人们口中的元旦变成了公历一月一日,各种野食老习俗不见了。 民俗学专家高威说,这也就是老辈人口中的阳历年,小时候的元旦就像星期天,可以多休息一天。 但孩子,依然有孩子的过法。 高威是北京人,小时候,家家户户挤在一个大院子里,元旦一放假,他就满院子串门,拉着小朋友跳舱子,灰铁魂不亦乐乎。 资料图,年味儿浓郁。 苍燕社赶上天气了,他们早早往地上泼几盆凉水,很快就结了冰。 一群人坐上小冰车滑冰,也有时候把二门的门板卸下来,打乒乓球,能玩得忘了吃饭。 元旦跟着父亲去值班,老听到他们说,过了今天就是明年。 在高威印象中,有一年元旦,晚上看着书,就听到收音机里响起钟声,告诉人们新的一年到了。 他说,其实,杨历年也是新年的开始,同样具有辞久迎新的意义。 在这个时间点上,人们可以把过去一年的日子履一履,看看做了哪些事情,有没有遗憾和失误。 元旦,还是应该有一些仪式感。 高威说,也可以写下期待,鼓励自己来年努力实现,去拥抱新的希望和梦想。 晚反。 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